哈哈哈哈 所以你真的是觉得我很烂 我们俩可能在演播室里都挺原型毕露的 可能跟那两组比起来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 跟 袁洪老师肯定比不了 就是人家是父亲爸爸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跟魏大勋批一下 哈哈哈哈 我可是雷利风行的哦 可魏大勋感觉就很会做家务哎 怎么他长得就像会做家务的人是不是 因为他我印象中他就是很很顾家很孝顺的一个人 所以做家务方面应该不会差 尤长静太会做人了 这是真话这是真话 我听完之后我都不应该高兴 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哈哈哈哈 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 但我一见到之后 我觉得大学老师比尤长静描述的还要好 一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一个男人 颜角又带泪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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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 颜博士看到我们哪一段 他们会表扬表扬我们 不会吧 哈哈哈哈 希望这个帐篷可以得到大家的夸奖吧 这是吐槽最多的 哈哈哈哈 而这个帐篷只要两百块钱 你就可以体验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而你们呢 哈哈 说我们呢 就坐在演播室里 说三道四 啊 说我们说三道四 哎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怎么怎么样 你们不快乐 哈哈哈哈 你们有多久没有这样子 丛林的生活了 去摘野菜 仰望星空 你们在这里批平来批平去 你们自己做怎么样 我们出机器到你们家里去拍 看你们家里干不干净 怎么把自己给搞急了 给自己给他鸡案 你就真上火了 我真的生气了 哈哈哈哈 而且李弹哥哥凭什么评论我们 他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评价 我们做家务的能力 你等下 王思雯你等下 我从来没有评价过你做家务的能力 我评价都是你的精神状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帐篷买的 就是精神状况很不对劲 然后还有那首歌也很不对 就娃娃娃 娃娃娃娃 你有想过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当我们演播厅在看的时候 你是坐在演播厅里面的 那时候还不是没见过你们 我觉得你们仨会比较独齿的路线 没没想到你们三个这么温馨 你现在摆不回来了 好尴尬 为什么这期正好是我在 喝口水平复一下 而且我们 你还有 哈哈哈哈 我弟弟是懒了一点 懒了一点 哈哈哈哈 是做事慢了一点 但他很真实他很可爱 哈哈哈哈 你能气一点 你气一点 情绪来了情绪来了 他们可能现在也在夸我们啊 啊 一号不会了 哈哈哈